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美國中文電台 A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一般來說,搶銀行的畫面 應該是與電影裡演的差不多 劫匪戴著面罩,持槍衝進銀行 大哭都趴下,然後開始手掛前菜 但最近,南加州的搶銀行 它有另一種喘息 最近發生的這類暴力搶劫案 越來越多,尤其在假日期間 而搶銀行,自己是小偷 在銀行的停車場尋走潛在的受害者 會跟蹤他們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然後開始搶劫作案 燃門的購物中心 是嫌疑人尋走 作案目標的另一個主要場所 那些購買奢侈品 和珠寶的顧客 也會被跟蹤 變成搶劫 這些罪行太危險了 他們通常是一群人 跟蹤毫無戒心的受害者到銀行 等著他們取走大量的現金 一旦受害者離開銀行 他們就會一路跟蹤 找到合適的地點進行搶劫 通常情況下 會有一個人開車 會有一個人在銀行裡 偽裝成來辦理業務的客戶 彼此交流溝通 期間會密切關注作案目標 就比如今年7月份 在Sherman Oaks發生的一起搶劫案 當一名顧客 從Rantuna Boulogne 的 Wells Fargo銀行走出的時候 手裡拿著一個 裝有一萬元美金的袋 兩名嫌疑人已經把他們的車 開入停車場 等著他下車了 當受害者走向自己的車的時候 一個瞬間衝了出來 拿著手槍跟他對峙 受害者一路小跑 跌到在地上的時候 將錢拋到空中 嫌疑人在逃跑前 檢棄地上的煉金 對此 警方提醒大家 要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 如果感覺什麼不對勁的話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如果你認為自己被人跟蹤 開車去最近的警察局 或者你覺得安全的地方 除了走路的時候 可能會被不法分子跟蹤 其實在開車的時候 也很容易被人尾碎 尤其在年尾 很多人會在商場內 購買很昂貴的禮物 有些不法分子會轉門 在停車場等著你們來 並且開車垂尾 等到受害人到達餐廳 或其他商場後 在受害人停車離開後 實施盜撤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要怎樣防止被跟蹤呢? 在今天的節目裡 Yanny為大家介紹一些小貼士 首先要檢查後視鏡 查看後方車輛的情況 要養成經常看下後視鏡的習慣 無論是你的後視鏡 還是駕駛者一側的後視鏡 如果同一輛車 間隔三次檢查後視鏡 並轉彎形 然後跟著你後面 這樣可能就是跟蹤你 如果不確定的話 在一個城市街區轉一圈 一個不尋常的模式 可能有助於證實這一點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在休息站下車的話 然後立即再次上路 也是以同樣的方式測試 如果在住宅區的話 側隨機轉一圈 以排除巧合 以這種模式 也可以撕掉它們 再來就是放棄你的目的地 如果有人跟蹤你 明智的做法是放棄你 預定的目的地 尤其你準備回家的時候 雖然說在警方失措時 家裡的舒適和安全感可能會很有人 但開車回家 只會將你住在哪裏的私人訊息 給了跟蹤者 妖道去超市 或者去另一處 完成其他差事 如果你還未吃東西的話 你就去當地的快餐店 看看他們有沒有繼續跟著你 如果追擊者是堅持不懈的話 你要記得他們的車輛品牌 和車型號 再來就是識別汽車 正如剛剛提到的 集中精力 辨認你身後的汽車 嘗試確定品牌 型號、顏色、甚至車牌號 或者任何個性化的特徵 如損壞、定制或鐵花 再來就是報警 如果你確定 正在被一個意圖不軌的陌生人跟蹤的話 這個時候要監視報警 警方將能夠提供幫助 當然了 你能夠搜集並交給警方的訊息 越多就越好 試著去撕掉他們 如果叫警察似乎太過份 你可以試著撕掉他們 比如警察建議 盡可能地在光線充足 人口密集的地方進行 以防止你的追擊者 做出任何攻擊性的舉動 交叉路口是撕掉他們的最佳時機 但如果一切都失敗的話 就直接開車去警察局 當然了 被撕掉跟蹤者更好的辦法 一開始就不被跟蹤 實現這個目標的兩個最佳方法包括 改變你的日常路線和常規 第二就避免在社交媒體上 播布你的位置 就在最近 理常網站 Wallet Hub公佈的研究顯示 在全美182個人口最多的城市裏 優斯頓的罪惡指數排在第四 這項研究對比各個城市7種罪數據 包括二路仇恨、妒忌、浪蕩、貪婪、欲望、虛榮和懶惰 結果發現只有拉斯維加斯、聖路易斯和費城 得分超過優斯頓 根據這項研究 優斯頓在二路排名位列第五 而妒忌和虛榮排名在第六 欲望排在第三 僅似於洛杉磯和亞特蘭大 但優斯頓也不是每項排名都如此靠前 就比喻包含了暴力犯罪、仇恨一類 他就排在三十一位 浪蕩裡幾乎墊底 排在第149名 根據名單最惡到市的第一名 拉斯維加斯 因為疫情的原因 這兩三年裡 不斷有人在預估下一個經濟封口會出現在哪裏 大家在哪裏投資會一本萬利 實現暴富的美夢呢? 而就在最近 又有UBS的最新報告顯示 全球的億萬富翁正在壓住一個領域 認為他在未來的五年內 提供最大的投資良機 有44%的億萬富翁在21種類別裡選定了能源 58%的人則認為亞太地區在未來五年內 能夠擁有更大的機遇 而在50名受訪的億萬富翁裡 大約1%的人還認為生物技術、製藥、軟件 也有不錯的發展前景 雖然過去20年 有很多投資都集中在中國 但現在有人已經將目光放在印度等其他亞洲國家上 UBS認為 富豪們都喜歡的能源領域 可能是因為眼下的能源供應受限制 今年3月 全球共有2668位億萬富翁 財富總額為12.7兆 低於去年同期的2755人和13.1兆 UBS認為 主要是因為市場波動和資產價格下跌 而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億萬富翁都居住在美國 身為印度煤王也壓住了綠色能源 目前他已經躍升為全球第三大富豪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95%的億萬富翁認為 應該利用自己的財富和資源去應對天氣的變化 缺乏優質教育和貧窮的全球性挑戰 他們應該在這個之中起到帶頭作用 這樣正在收聽節目的朋友 在了解來自各方的意見之後 你的見解又如何呢? 明年打算出國旅遊的朋友 或者現在要考慮提前買機票 根據美國運通全球商務旅行公司的說法 明年全球機票價格都會上漲 歐洲到亞洲航線 漲幅高達12% 北美到亞洲航線 漲幅高達10% 雖然亞洲解除新冠旅行限制的速度較慢 但最大的漲幅主要是集中在經濟艙 而亞洲到歐洲的商務艙票價 預計平均漲幅7.6% 北美到亞洲航線的商務艙 漲幅5.6% 全球範圍內 漲價最多的是 澳大利亞境內的商務艙機票 漲幅高達19% 雖然亞洲解除新冠旅行限制的速度較慢 但隨著旅行需求增加 預計亞洲旅行將發生一些大的變化 可能再次推高機票的價格 機票漲價的因素 涉及到通貨膨脹 燃料成本上升 運力限制 歐洲和亞洲之間的票價影響 還涉及到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導致很多航空公司 都被禁止進入俄羅斯領空 繞行可能會增加多達3小時的行程 推高耗油和成本 和大流行期間相比 現在的機票價格其實已漲了很多 AmaxGBT預計 明年北美境內航班 兩種艙位的票價都會上漲大約3% 而北美到歐洲的票價 將比2022年高出3.7% 歐洲境內的商務艙上漲6% 經濟艙上漲5.5% 與2019年相比 從亞洲到北美的經濟艙機票價格上漲近23% 商務艙機票上漲大約15% 因為這幾年疫情 很多在外國的華人朋友都想回中國 但由於機票的漲價太厲害了 大家也等待機票價格的下降 不知道機票到底何時會真正降價呢? 以上就是今期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